縣府開罰重罰兩百四十萬 你怎麼看 我現在不了解這些 明陽大火後的第四天 董事長中午十二點二十分左右 離開了廠區 腳步匆匆忙忙 是不是有管理廠區 去做這一個確認的動作 請就要打路好了 謝謝 被記者追問 違規是向遭縣府重罰兩百四十萬元 董事長一概說不清楚 時間回溯到十二點 他在踏入工廠之前 一度停下腳步 有信托基金來處理這些事情 針對就是場內放了三十多了三十倍的 這一個化學藥劑管制的化學藥劑 這個我不清楚 雨諾事案後 當時董事長的態度和緩 不過他才剛剛進到工廠 屏東縣長周春米後腳也抵達 不到幾分鐘 董事長幾乎是以小跑步的方式 跑出了廠區 工廠大火發生至今 還有一名員工失聯未尋獲 春日傘家屬悲痛招魂 明陽大火意外後第四天 還有一名父親員工失聯 家屬天天盼搜救人員 地面出動了機具 空中出動了空拍機 希望透過各種角度 找到失聯者 對 他的家屬都在現場等 我們昨天也都有遇到他哥哥 除了搜救人員 目前還失聯的員工 家屬相當著急 檢調方面也派人到場見識 這場爆炸九死一失聯 高溫讓找到的遺骸難以辨認 都得透過DNA來檢驗 明陽大火引發了社會關注 善款到二十五號下午三點 共有四千六百九十八筆 金額一千三百多萬元 一場大火造成的 員工消防人員傷亡 救難人員要盡最大的努力 將最後失聯者找到 讓他回家 三里新聞綜合報導